2015年刚开年 现在综艺节目新趋势流行的是户外秀 而这个综艺节目找来资深主播盛竹如 挑战独木舟攀爬峭壁 替年过70岁的她要一元青春的梦想 这些真人实境秀之所以好看 主要是因为贴近日常生活 而台湾综艺节目就掀起了这股风潮 场景通通搬到了户外 但是制作成本也一口气提高了三成 盛竹如年过70还得要挑战独木舟爬峭壁 综艺节目大手比替艺人圆梦 远赴日本取景拍摄真人实境秀 就是看准实境秀更贴近人心 近来台湾的综艺节目纷纷掀起这股风潮 走出棚内到户外吸引观众 像现在在大陆也是有很多实境秀 韩国也是 比如说我们到国外去除外景 那可能会发生很多你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 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把所有的东西通通记录起来 尤其我们有实境秀 走出户外取景耗时又花成本 过去棚内谈话系节目 只要负担主持人艺人通告 道具等费用 加加起来20到40万 但实境节目光是出击到国外工作人员的 十一住行 加上艺人通告 所有费用加起来 美籍制住成本就动辄百万 不管是制作成本 或者说人力方面来讲 其实我们的所谓的花费都会是比较大的 然后当然比棚内会下了很大的功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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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是实境节目 主持人姚元昊带着艺人沟椅翔 跋山涉水体验原始生活 还找来真国层一起游山玩水 看见艺人最真实的一面 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近来综艺节目为了创造新鲜感 开始带领观众走出户外 同时也希望能够刺激收视 记得懂用之王莫迪台北 咱们报道 咱们报道